中加數位董事長郭冠群 與政大傳播學院院長郭立新 以及中山女高校長吳立青 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展開為期三年的媒體試讀推廣計畫 首站便來到中山女高 透過專業的課程設計 幫助學子培養媒體試讀能力 這一次的文課程 我們是針對高中的同學 特別是中山女中的部分 我們規劃了六週的微課程 這次的主題是視覺溝通 由本院的三系的老師 在視覺傳達上面有專長的老師來開課 其中一位就是本院的院長 另外也有五校微課程的部分 也有合作 當然在中加的贊助之下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課程 也能夠帶到離開台北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在暑假的時候 在台南跟台南女中合作 來開一個營隊類型的微課程 也是為期三天總共18個小時 那希望可以透過這些努力 讓高中階段的孩子有機會接觸到 新聞媒體傳播製作 以及相關的素養的內容 真的首先非常感謝中加集團 還有我們政大傳院的師長們 這個課程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108課綱當中非常強調 媒體素養 公民意識 還有系統思考 那我想藉由我們這個 政大傳院的師長們 還有中加的益助 我相信在這些課程的熏陶之下 我們的孩子將來一定是成為 在這個社會上能夠發揮影響力的 最好的精英公民 作為國內最大的寬屏 以及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 中加集團自媒體本業出發 四年來投入媒體素養推廣 辦理超過200場活動 累積參與人次突破萬人 不只前進社區 教民眾如何分辨假訊息 更將觸角深入校園 讓媒體試讀教育能夠向下砸根 我們中加已經做這些相關的活動 已經到第四年 每一年可能就是 兩三千萬台幣在處理這個 那過去呢是就是說 主動就是在教育方面 在媒體試讀方面放很多力量 可是呢我們覺得要 要給你落實 那其實講兩心話 我們錢是小事情 我覺得這個工作是重要的 媒體試讀是辛苦的 所以今天呢其實我們不是主角 我覺得最辛苦的是正大的老師 加上那個中山女中的學生 願意做一個長期這樣子的努力 然後來這個讓社會越來越好 中加集團致力推廣媒體 媒體試讀 除了為健全媒體產業發展 盡一份心力 也透過學校精心安排的課程 讓每一位學子 都能在快速變遷的數位時代下 培養出全方位的媒體試讀能力 記者聯繫會台北報導 到 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